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x Hello 大家好 我是葛珈 那很久没有跟大家做这个开箱视频了 今天是2021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 本来这两天是应该给大家做一个最新的Nikana ZFC的一个视频 但是因为程序上有一点点小意外 然后我们视频正在重新加工中 所以先给大家在下半年第一天做这个开箱的视频 在上个月我刚刚入手了这一台也是一台尼康 因为我自己已经用尼康Z7用了两年半了 然后现在我是重新入了一台这个尼康的Z5 作为我们平时没有太需求有特别高的那种拍摄的时候 我就用Z5来拍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方有这么一个小的 它其实是一个快装版 是影视飓风的这个自创的一个快装版 然后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它前面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防止它滑下去的这么一个小口 然后我们只是需要把它按住的时候 往这边一推它就上去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要需要把它拿下来的时候 然后呢就这样直接按一下 然后一拽底座这一块铁呢我买了四个 这个快装的板呢我买了三个 然后现在分别是在我正在录制这个视频的松下的S5上面有一个 然后我的这个Z5上面有一个 还有我们的2G位的松下的G100上面也有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配件 大家看到我现在跟果酱正在用的这个Wireless Go第二代 果酱呢现在带的是一只黑色的卖 我这边是一只白色的 所以呢这个盒子它的设计是专门给两个发射器跟一个接收器很容易收纳的一个小盒子 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拆开的一个大物 因为它实在太大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看怎么拆 其实它就在我们脚下 天呐 哎呀好重啊 有点大 可以塞个人在里面 哦真的 可以犯罪 大家可以大概看到呢 我们买的是这么一个灯架 然后专门放灯架的这么一个盒子 嗯 收纳包吧 对 这些垫子 对 太大了 太重了 有需求的朋友呢一般可能都是工作室一个人会用比较多器材的 因为这个箱子竖起来的话快到1米6了 因为它那个有轮子和一个把手的 具体的品牌其实我们就不跟大家推荐了 因为某宝上其实一搜可以搜到很多家 然后都大同小异 感觉都是类似的生产厂家生产的 对 在2021年的上半年我们虽然经历了疫情后的很多的 算是经济上的萧条吧 但还好我们的这个工作室的业务稍微恢复了一点点 有很多跟国内的大的一些传媒公司的一些合作机会 很多的客人或者是现在的一些需求 调色需求 后期需求 或者是整个拍摄流程 要求我们要用索尼家的 要把客人的需求当成自己购物的借口 这个是真实存在客观的一个因素 对 大家刚才看到的 我之前的这个Z7和最近刚购录的Z5 都是我的拍照主力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录制的这两台视频机 就都是我们的这个平时一般的日常视频 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创作使用的机器 然后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 今天是见到一百周 海外的祝福 你是团圆吗 曾经的预备团圆 但我没有入党 我有上过党课 好的 那大家现在呢 那我们就开今天的这个重头戏的主角 是我们接下来工作室的主要生产力的来源 这两张是卡 今天我听老杜说这个 YouTube上有人把这个卡放到油锅里炸 炸了以后 还能用 出来也没事 还能用 我说呢这个tuff 防油防热 对这个tuff也真太tuff了 先声明一下 所有视频都是我们自己 工作室的钱买的 都是自己套钱买的某个人 有的都是我不知道的 哎呦 反正黑乎乎的都看的长得长得长得 对 差不多长得都一样 当然这个肯定长得不太一样 OK 我们来一个一个拿 好 首先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东西的形状有一点特别 这个手柄好神奇 是这样的吗 它就像一个游戏手柄一样 红色肯定是露制键 然后这边是索尼家的机器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自定一键 这边这个4就应该是4号的自定一键 同时这边还有5 这边还有两根线 一个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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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个 哎呀 这是那个屏幕 给那么多线 抽电线 还有一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什么呀 好 这件是挺大的 然后配了这么厚的说明书 它是一个缓冲 你看 这件是挺大的 所以这盒里面这个是一半 所以这个电池并没有想象那么大 它比970还小一点 跟那个550电池差不多大 但是它的接口比较多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遮光罩 这个就是电池的充电器 对它的充电口确实比较多 普通的NPF只有两个口 它这个里面有五个触点 好 还没到住这 这是个啥 这是手柄 哎 这手柄拆了 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另外一个手柄吧 对 是那样的手柄 这个是蹄子 这个蹄虎 饭了 对 是这样子 这是奥运会的一个比赛项目 这是冰虎 蹄虎 蹄虎不是一种蹄虎 蹄虎是一种蹄虎 对 这是一个说明书 同学们买了新的东西是习惯看说明书 还是去网上找那种视频 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看说明书 因为经常有人不断的问我说 哎呀这个怎么用 那个怎么用 其实说明书虽然很催眠 你把它读下来一遍 或者把需要的那些章节读一遍 基本上就可以了 反正我以前无聊的时候是这么干的 双手捧出 哎呀不重 比我想象中的轻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看见是不是像个假相机 酷不酷 这个机身其实才800克左右 所以其实非常轻 真的比一台莱卡轻多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就是这一块 哇这也太近了吧 这并不是我们的感光件 这是内置的ND镜 买电影机的一个优势 也是因为他们的ND是直接内置 可以无缝的切换 可以在户外的很亮很热的情况下 拍那种大光圈的效果的镜头 然后不需要插来插去 不同尺寸的ND镜 看上去就 我不会用 其实界面上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FX6 其实跟FX9是非常像的 虽然我自己也没有用过任何FX系列 拍摄的时候 也看到过一些同行会用这种 所以在慢慢我们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这个索尼的FX6 它既是一个这么小巧轻便的机器 同时呢 它又是全画幅的机子 内置ND 同时它还有专业的SDI Code 对这个SDI的Code 包括它的这个Time Code 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码 这台机子相信它在2021年的下半年 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 我会监督你创作的 要逼着自己创作来 那我们刚才就已经把这两个手柄都上上去了 然后它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把手 基本上跟我们的单反的镜头 那个三页式的这个闸刀型的这种接口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卡放进去 这个写入速度700兆币每秒 读取速度800兆币每秒 应该是有AB两个卡对不对 对它是可以有两张卡的 这张说明书 this memory card may become hot after extended use use caution when touching it 这是个病句 索尼 日本人写的吧可能 找个翻译吧 对 但是这个粉色的看上去非常像欠费的那种条 对 你被发卡了 这个Type A的卡比我想象的小得多 它比SD卡还细一点 对 这么小 那这张160GB的这个CFA的卡呢 国内我不知道是多少 新加坡是400新币 也就是2000人民币这张卡 当然如果你买这个机子呢 它会有一个purchase with purchase 就是随着来的一个打折便宜大概30%左右 但依然CFA的卡在现在来讲呢 它还是一个性价比不是很高的卡 好那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现在呢给它上上镜头来试一下 对 这个是莱纳的转接环 也是国产的 这个我见过 不用害怕 这支之前在我们的松下上已经服役过了 说的可好听了 这镜头给你拍 一次又没用过 这个是三阳的这个镜系列 电影镜头 因为我们的预算也是有限的 所以说现在只能 他们两个装在了一起 没有两毫米 一毫米的距离就过不去了 有没有莱纳的公司的人在看啊 你们这个东西 服气了 这个我需要把这支镜头上面这个环卸掉 别不开心 还拧飞了我一根螺丝刀 我第一次在一支比较贵的镜头上钻了两个洞出来 特别是刚才拧出来的时候有一些钢屑出来 跳到镜头上 心情有点点小受影响 不过没关系 来我们把它弄上 好 这样转接上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接到 看一下它的 对这个距离应该是OK 对 但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它这个小屏幕装上去 但是这个24的三扬镜头装上去以后呢 就感觉手感其实好多了 因为它其实就是应该前头比较重 这样 你在手这样拿着的时候 它是一个自动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你这样左右晃 其实它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一般是这样 感觉如何现在 嗯 还不错 当然还要去多看一下说明书 然后来尽快熟悉一下 特别是这边这么多 这个按钮 当然对它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期待了 因为毕竟看了这么多 这个欧美的博主 他们测评这台机子 很多人都是把它当做 现在性价比最高的一台全画幅的电影机 而且它也是这个中小型工作室的一个主力机了 嗯 不管是国内还是 whatever 在任何的 对 欢迎杂单 对我们在新加坡可以随时飞到各个国家 加上这个镜头之后就比较重了 然后我们还没有加那个显示器分它的电池 所以还有一点点重量 好 那今天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在下半年的节目中继续支持我们 希望大家在下半年中有更多的进步 出更多的好片子 嗯 对 大家一起加油 好 好 那就到这里大家下期再见 哦 记得要给我们一键三连哦 下期再见 对 看着我半夜拧了两部螺丝在那场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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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